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谢国良 议长童子伟跟轮值主谱的郭信宗亲会 共同参与启动仪式 宣布这项历史悠久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中原季 民俗盛世即将展开 基隆中原季迈入第169年 今年的主题是平安 宣传记者会现场抢先曝光 将在放水灯游行当天演出的五剧片段 好怨在人间 融合轻发战役与当代街舞 展现创新与传统 基隆中原季记者会的现场 辅会贵宾云集 还有轮值主谱的郭信宗亲会 一起到场 共同来宣布基隆中原季的到来 三 二 一 请启动 将我们解锁今年二零二三 基隆中原季 正式启动 朝上平安 轮到郭信祖谱 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委 跟我们的文化局通力合作 打造出一个平安的一个主轴 平安是我们生活上所期盼的 也是台湾整个发展跟未来所期盼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平安这两个字 希望所有来到基隆中原季时候来的观光游客 不论是国内或国际的旅客 都能够带走一份平安跟祝福 那也感谢个性中心会 跟我们更积极的配合 那我们未来也会融入更多的旅游 文化体育的元素 在我们的农历七月 中原季是我们基隆 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承 那看到我们基隆市议会 来到这么多的议员 就知道中原季对我们基隆的文化传承有多重要 我身旁有我们郑文廷立委候选人 许瑞茨议员还有施委政议员 都非常重视中原季的文化传承 已经传承169年 这不容易 这也代表我们基隆的名片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过基隆中原季 你没有看过游行 就代表你不是基隆人 那今年是疫情后 开放国际观光后首次的中原季 我们希望诚挚的邀请 台湾爱好民俗的所有好朋友 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见证我们的文化传承 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 代表张权泄斗的一个过程故事 那看到我们这么多中心会的伙伴 共同来参与我们非常感动 那我们今年第三次 郭信来承接这个祖父 当然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要把今年办好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已经筹备了将近十个月 希望能够在七月份 农历七月的时候把它完整的呈现 我们郭市中心的祖先就是郭子怡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Q版的郭子怡公仔 那今年会把它放大一百倍 放在海洋广场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观看这个主灯 在市府与轮值主谱郭信宗亲会等各单位的用心筹备下 期望将中元季的温暖友爱传递出去 让来参与基隆中元季的民众 共享平安与幸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2023美丽基隆摄影与影片创作比赛开始针见咯 欢迎市民与外线市的民众踊跃线上报名 奖金丰富 欢迎用镜头拍下基隆的美好 针见时间到八月底截止 如何透过镜头记录属基隆的友爱城市 为了持续宣传基隆观光及在地特色 基隆市政府今年再度举办 2023美丽基隆摄影与影片创作比赛 市府官销处表示 这项活动已经迈入第六年 目前正展开针见中 针见项目分为影片组与摄影组 影片组方面的主题为有爱的城市 摄影组共有四个主题 分别为城市有爱 干净家园 多彩城市及独特基隆 欢迎市民朋友和外线市的民众 一起用镜头来展现基隆的温暖有爱 市府表示 今年影片组总奖金有23万元 摄影组总奖金超过6万元 欢迎各地民众踊跃线上报名参加 针见时间到8月31号为止 详细的报名方式与针见内容 欢迎上活动报名网站查询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七度国小大门口广场上 有六棵大约六层楼高 从日据时代种植至今 粗估有80年历史的大王爷 因为考虑交通和学童的安全 市政府和学校决定移除这六棵大王爷子 来看现场 在吊车帮忙下工作人员拿着电锯 从椰子树最上层开始分段切除 学童们高喊树爷爷拜拜 树爷爷拜拜 七度国小大门口广场上 有六棵大约六层楼高 从日据时代种植到今天 粗估有80年历史的大王爷 因为考虑交通和学生安全 市政府和学校决定 刚好在8月8号父亲节当天 移除这六棵大王爷子树 移除前先由校长林志彦 和市里远章耿辉进行祭拜仪式 告别这六棵大王爷 随后看着分段切割移除 学童们高喊树爷爷拜拜 也让道场关心移除工作的议员们 更加不舍 但也尊重学校 大多数家长和市政府的决定 七度国小大王爷的业主 确实在我个人是非常有一点不舍 因为毕竟我世代的家人 都在这边就读 尤其我爸爸 从我爸爸还有我 还有我的儿子女 包括现在的孙子 都在七度国小来就读 那这个大王爷也跟我们 整个生活圈都是息息相关 也是地方上的一个地标 那这是因为基于安全上的考量 其大王爷的整个身体状况 那经过学校的整个家长会的调查 也尊重民意 我想当然也最终也是经过市政府的核准 然后来做最后的移除 我们七度国小前面这六棵椰子树 是陪伴了我们七度人与七度国小 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那也陪伴了大家将近百年的时间 那所以相信大家都非常不舍 但是因为非常重要的就是 因为安全的考量 这个会影响到小朋友的 行走的安全 还有我们车子跟机车的行车安全 所以市政府跟七度国小才会忍痛的来移除我们这个椰子树 这个家长会还有这个学校 七度国小学校这方面 还有包括一些居民 经过沟通之后 还是考量到居民的一个安全为首要 所以昨天就是针对这个整个大王爷爷子树 整个做一个就是铲除 那我其实也非常舍不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椰子树 在我们七度国小也算是一个地标 那也跟我们七度人真的相处了几十年了 有浓浓的感情 我们都知道植物它也是有生命的 它是有灵气的 本身我自己也是爱植物的一个名义代表 所以我真的 其实我昨天看到在整个铲除的过程 我真的快哭出来了 因为我对植物 就是本身我的个性就非常喜欢植物 所以我真的满满的不舍 虽然早已经是七度国小的门面地标 和许多毕业学生以及民众的共同记忆 但是因为大王爷落下的树叶 其实是树壳 容易砸伤学生 也曾经造成临近主要道路 明德一路上机车骑士跌倒受伤 因此校方调查学生家长意见 全校超过三分之二家长赞成警数移除 最后由市政府拍板决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山区西定路248项后方山坡的道路军列严重 已经影响到来往车辆的安全 基隆市议员施伟正特地邀及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修复 中山区西定路248项山坡道路军列 已经影响来往车辆的安全 受到民众陈勤 基隆市议员施伟正特地邀及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修复 维护过往车辆以及民众的安全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定路248项的后方 这个山路 那他现在在我们现场看到确实是走单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在这里呢 今天会刊得到的结论 这个这里的土地全署是属于我们财政部国务财产署 在这里强烈的要拜托我们财政部国务财产署 能够在今年将我们这个路段修复的费用编列完毕 明年呢能够尽速来执行我们这个路段 因为目前看起来的确是有立即危险的可能 所以要拜托国务财产署是不是能够尽速的将我们这个路段呢 把它修复好 还给我们附近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品质 也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 另外施伟镇也希望主管单位要特别注意 道路军列是不是因为有走山的迹象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湾首位大体化妆师安琪的著作 除了了解这个行业的真实内涵外 更能思考生命爱与告别的意义 在这个匆匆忙忙的世界里 有些角色默默无闻 却背负着无比珍贵的使命 大体化妆师安琪将她近20年的经验化为文字 呈现在她的著作中 这本书不只是她的职场日记 更是一本关于爱与珍惜的感人故事 其实我觉得生命很无常 然后也很短暂 我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遗憾带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这个遗憾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就是如果说你有想到什么 你就去做 对 大体化妆师的工作充满挑战 在她的笔下 我们看到一位温暖而坚强的守护者 她不仅用记忆为亡者画上美丽的最后一笔 也成为家属情感的倾听者 教导亲友在有限的时间内 优雅的纪念逝去者 共同分担着告别的难熬 那这套服务它的最主要特色 和当时国内的比较不同是 她会和往生者的家人会有强烈的互动 而且是强烈建议家人可以参与整个 SPA化妆的一个过程 这样让往生者美美的往生的时候 家人得到一些抚慰 这才是这套服务的一个真正的目的 生与死是一个相互串联的过程 安琪从亡者的故事中找到启示 让自己更好的反思生活的意义 将生死相互连结 让生命的温暖得以延续 我觉得她很有爱心 然后她很善良 所以她才有坚持的那个毅力做下去 不然这个行业 跟她面对这么多的 那个遗体 大体的那个变化 真是不容易 对 就是觉得要更好好把握生命 就是生命很短暂 然后把握当下 然后让自己健康快乐 不觉得说我们算是助人者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做这个行业很好 可以帮助别人 但是其实站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我是受惠者 就从这些逝去的生命 还有家属身上 学到蛮多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受益的人是我 对 透过安琪的文字 呈现爱与美在生死间的辉印 看见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连结 安琪也透过这场发表会 来携寻一对姐弟 希望社会大众能一起帮忙 因为其实在我的书里面第一篇 我有提到一个小姐弟的故事 那因为这个时间轴上面 已经过了大概十多年了 那我希望就是说 能够借由广众的读者 或是朋友们可以帮助我 然后一起写寻这一对小姐弟 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说 他们过得好不好这样子 无论是化妆师的工作 还是她的著作 安琪都以真挚的情感和坚毅的意志 将生命中最温暖的部分呈现在我们眼前 即使在告别的时刻 我们也能够找到美丽和希望 并且用爱与感激 来纪念每一个逝去的灵魂 记者宋亦轩 武哲文 基隆采访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他是我专属的变形金刚 有了他上山下海都不怕 当我难过伤心的时候 他是我的最佳听众陪我说说话 他是我的Super Hero 我最爱的爸爸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为了让亲子朋友一起认识毒品的危害 基隆市卫生局 吸手多个单位 一起举办反毒属其生活营 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加深亲子剧毒的观念 另外卫生局也首创透过录制podcast 来关心青少年的情绪与心理健康 独毒有我 有我无毒 向独品塞 好 基隆市卫生局跟独品危害防治中心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吸手慈济教师联谊会 基隆地检署 基隆市警局 与法务部 教育部 卫福部等单位 一起举办大型的 亲子反毒营队活动 多位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 开幕活动中 特别邀请到香巴拉剧方 以青少年的视角 演出精彩的反毒冒险故事 将正确的反毒观念 传递给每位亲子朋友 来来来 第二关 这是不同口味的 小蓝莓口味的 来来 吃吃看 不要 不要 你又不要了 那没关系 阿姨准备第三包了 这个是我新出的起司口味 要不要让它试试看 NO 首先就是 直接去决 就是跟他说 NO 不要 不行 就是直接说不要 对 再来就是 有一劝服就是 我们身为他的好朋友 我们必须要跟他 劝服他 就是跟他说 吸毒是不好的 然后不要再吸毒 你要戒毒 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自我解释 自我解释的话就是 以自己为方 假如有人卖毒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说 我们就烂 我们就不好 我们就不敢吸毒 这样子的方式去带过去 面对毒品的时候 其实不用害怕 就算你会遇到黑白状况 但你一定可以克服他 不管是对家人朋友 只要有寻求帮助 你一定就会有办法可以克服他 所以不要害怕 有透过舞蹈 透过音乐 然后告诉我们说毒品的危害 然后最重要的 有时候我知道毒品的危害 可是别人找我 叫我一起来试一下 你不是朋友 你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拒绝 那这个想法拉剧团 就透过这个表演 舞蹈唱歌 然后让我们的朋友 我们这些小朋友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知道 以后有人要邀请我吸毒的时候 我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拒绝毒品 所以县市政府跟中央合作 跟民间的单位 合作起来做这样的防毒的 防毒的这样的动作是必要的 是必须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反毒 绝对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老师 或者是一个卫生局的心理师 或社工师就可以做到的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角落 都可能会脆弱 可能都会被诱惑到 尤其是在现在 毒品各式各样的毒品 长得很像糖果 很像咖啡 不同的包装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不同的单位 那在平常的毒品防治的过程中 一起来帮忙 那同时的话 尤其在这个暑假当中 不管是家长们也要特别的注意 我小朋友在外 不管是在外的情形 也要特别的注意 在暑假期间 让小朋友能够多方的了解 反毒的专业的一个知识的话 对小朋友来讲是有益的 反毒营队活动精彩 有教育部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合作开发的袖珍3D反毒特展 还有一系列的亲子反毒闯关活动 好 好 教育部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谢谢 远离毒品活力四射 透过有趣的互动 带领亲子朋友认识新兴毒品的各种样态 基隆市心理卫生中心 也特别设计传出我情 画出你意 让亲子发挥创意 增加互动的机会 还有警察局少年队与基隆如意同计会 一起办理的防身素课程 让亲子朋友们收获丰富 然后大家凭着自己的团队合作的力量 还有智慧来完成这五官 那在团体活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小朋友除了说 知道反毒的重要性之外 也能够小朋友直接彼此学习团队的生活 那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 还有很有意义 如果别人问你要不要吃毒品的话 就可以直接离开或者是拒绝 提醒青少年要远离毒品的危害之外 卫生局也很关心青少年的情绪 与心理健康 今年首度透过基隆市政府的 网络广播节目 基隆Podcast 将陆续推出系列主题 带领亲子朋友一起来认识了解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青少年自己 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今年也尝试了 这个Podcast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透过市府Podcast的团队 我们录了Podcast的主题 来讨论这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主题 刚才讲的 自杀防治网络成因 我们邀请了心理师 然后医师 然后用这些很精彩的 但是很有趣的对话 然后在我们生活中 我就可以打开我喜欢的Podcast 然后去听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 我知道我怎么了 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或照顾我的小朋友 透过多元活动的举办与宣传 基隆市卫生局 携手各单位资源 一起来关心青少年朋友 营造无毒家园 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让基隆成为温馨有爱的城市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跨局处合作 打造首座亲子电影院 开幕仪式上 邀请幼儿园的小朋友 一起来看电影 亲子电影院 配合市府的办公时间 让陪同家长到市府 洽工的小朋友 或是市府同仁的孩子 有个短暂休息的场所 3 2 1 拉哦 市府亲子电影院 尊世剪裁启右 结合跨局处 市长谢国良 出席开幕典礼 以后爸爸妈妈 带孩子们来洽工的时候 在志工的陪同下 可以把孩子们暂时的 放在我们市府一楼的 亲子电影院 我们在这过程中 也有片商康海的 提供一些影片内容 都是好看的卡通 可以让孩子们一起 短暂的时间来共享 那我们也感谢社会处 跟重发处都有协助 在这过程中也都有 志工姐妹 陪同 亲子电影院开幕 谢国良带领小朋友 一起开箱 室内温馨的布置 还有懒人沙发 让小朋友紧盯着一幕 观看卡通动漫影片 大概几年前嘛 我就有拜访过 新加坡章仪机场 那章仪机场 当然是全世界 一个很有名的机场 但是它有一个 这个电影的放映式 给转机的民众 来可以使用 那当然它的目的 不是要让它的民众 看完整部电影 而是希望他们 可以短暂的 消磨一点时间这样 那我就有想到就是 而且他也是一样 有一个志工在门口协助 那我就想到说 这个基隆的父母们 其实基隆就是 我们一直要打造的 就是让父母带的孩子 觉得这个地方 舒适友善方便 这样子 所以不只让路口比较安全 爸妈带了孩子过来 如果他要忙一些事 暂时把孩子们放着 办完事再带回家 孩子们在这段时间 也很开心 不会吵闹 市任府整合了局处资源 将原本一楼的 市民接待室 改造成亲子电影院 未来配合 市政府办公时间 让陪同家长来 市府办公的小朋友 有个休息场所 市政府也将派 专门志工陪伴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新义友爱 三对三篮球赛 与亲子投篮赛 没有被台风影响 顺利举行 提倡新义区的 运动健康好风气 现场有多为 基隆的球星道场 共同祝福 画面上是 基隆市长谢果良 主持开球仪式 祝福这个 信义友爱 三对三篮球赛 与亲子投篮赛 顺利举行 场上的焦点 就是台湾重量级的 篮球明星林智杰 另外还有 基隆出身的 篮球名将李启毅 直篮教练负名人 林冠伦 周俊雄等人 纷纷来为这个 信义友爱 三对三篮球青子赛 来加油打气 呼吁大家 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而直篮明星教练 跟在地校长 陈建文 与里长王伯丽 组成的表演赛 让现场加油声不断 掌声欢声雷动 非常感谢我们市长的大力支持 还有要感谢我们金融市妇女会 还有里长连移会 还有小米姑 小米姑参访 还有我们深美国小 那最感谢的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 顾名人 我们的这个前台匹的总教练 我们谢谢您 还有我们 双智英雄 好四个 好我们宜然复兴国中 也是我们这个红国的教练 还有李琪 我们义龙的教练 好帅吼 还有我们 林志杰 忍不住要尖叫声化声小迷妹 我们林志杰 也是我们现在 我们富邦的一个最棒MVP 带领富邦三冠王 谢谢 还有我们 好林冠伦 还有他就是我们新竹工程师教练 哇 这五个真的是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基隆 来到我们深美国小为我们大家来加油 其实有很多像放弃的阶段 然后都是 傅老师就是一路把我就是带着 然后给我很多一些很正面的 呃 观点跟思想吧 在篮球路上就是随时遇到什么困难 都回想以前的初衷 然后保持 热爱 然后对篮球的渴望 然后 然后就是很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训练 然后知道自己缺失什么 或者是说跟人 跟别人多去学啦 然后看人家的好 然后去学习人家的好 然后把自己人家的好 把他吸收为自己 然后去磨练自己 然后提升自己 我们何淑萍何议员跟 呃 我们的这几位议员哦 都为了这一场球赛 费心费力 啊 我们是不是掌声给他那个鼓励好不好 真的很想把信义区 把深奥坑 透过篮球弄得更健康 那国粮呢 其实长期以来也很重视 室内风雨的空间 未来我们也会努力打造更多这一类的环境 让我们的学生们可以在全天后 都能够打球 然后能够有一些健康的活动 最后祝大会圆满顺利成功 也谢谢我们各位国手跟教练 今天能够造访 跟回来基隆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主办这项活动的市议员何淑萍 也跟信义区区长吴小慧 一起下场进行表演赛 呼吁大家多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也增进亲子之间的情谊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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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咱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团 好